王清一看这好啊 多谢你一番美意 您跟我就甭客气 走吧您收拾收拾 说着拿出两套衣服里 王清还觉得奇怪 这什么时候给我做的这医生 崭新呢 哎呀呀 什么什么梁子的尺寸呢 你怎么知道我穿这尺码 您甭说了穿什么 王清穿好了之后 跟着这位苗成就打家里出来 来到赛神会上 王清可真开了眼 这赛神会这么大的地方呢 一眼望不到边 大约有二十几里路长 哎呦 太热闹了 热闹吧 您这边来 我先请您喝点茶 然后再陪着您转悠 这一大茶棚子 茶棚子外边挂着不少的幌子 杨子江心水蒙山顶上柴 一壶香茶七上了 苗成刚给王清真上的这么一杯 就听外边有人喊 了不得了 老虎来了 紧跟着我 这人哪 就有点乱 王清一听 怎么着 这赛神会上还望望放活老虎吗 他举目这么一看 王清愣了 你别看他从东京汴梁来 这场面他还真没见过 只见从远处里来了一帮标行大汉 好几十个人 王清虽然说从小在天子脚下长大的 东京汴梁那个地方 他见了不少市民 可是这样的场面他还没见过 这些人怎么这么凶啊 他一看好家伙有背口的的台框的挑婆罗的 就不知道这些人是干什么的 等这些人来到这茶棚子跟前 就往这这么一站 王清只见那个茶棚子的掌柜的 赶快捧着一捧钱就出去了 哗啦 往那婆罗里头这么一扔 随后这陆陆续续啊 周围这些做小生意的 全都得往国送钱 王清瞅着很心心 这是干什么的呀 他就站起来 把苗城给下来 一把手把这个摁那 马贵 您喝茶 甭看着 没事 喝茶吧 看来苗城市有好多话要跟他说 可能这就不方便 哦 王清嘴里答应着坐下了 可这眼睛还瞅着这帮人 只见这些人一过去之后 就在这茶棚子左近 有几个做小生意的 都偷偷是抹了泪了 为什么要抹泪呢 可能从早晨起来 把这个摊子摆一下 直到现在卖的这几个钱 都扔到那婆罗里去 王清瞅着就有点生气 他还有点好奇心 他就跟苗城说 我出去方便一下 这苗城不能租拦呢 说您别去 那哪行啊 好吧 您知道在哪儿 王清嘴里说着站起来 他就出了茶棚子 出来之后 他就跟着这些人的后边走 这些人谁也没理会他 问题是这么多的人的 男女老少女 塞神会的人挤不动啊 谁能注意他呀 他就夹杂在这个人群里 开始时候还行 后来啊 王清就觉得这个人呢 越来越少 怎么少了呢 是因为都躲这帮人 最后就像他自己一人了 他也没注意 他还跟着呢 只见这扔钱还不一样呢 有的忘了扔些零钱呢 就过去了 有的还得忘了扔银子呢 扔钱的都少了 你还不走 这婆罗就在你这放着 抬破了的那个 把尖这么一抱嘴 一撇脸一扛 一声都不哼 那个做买卖的 赶快还得把那钱匣子拿起来 再往里头扔 这怎么回事呢 王清跟着转了一圈 把他还累得够呛 他看明白了 大东头走的西头 二十里 这么大的赛神会的场面 这得收多少钱呢 后来一看的台框啊 口袋啊 火锣都满了 这些人哈哈一阵大笑 走了 王清在那边转回来 转到茶棚子这一看 把苗城挤得满头 大汉政找他呢 哎呀 大官人 您这个手接在哪儿去了 啊 我接完手之后 转了个小圈 哎呀 可把火急坏了 天也不早了 咱们是回去啊 是吃点饭呢 回家吃吧 那咱们这个会 哎 我逛了一圈了 下次咱们再逛 不是说还有几天的吗 早着的呢 一直啊 得到五月 单五 哦 那咱们回家 王清和苗城就回来了 他自从来到了陕西艳满府这儿 王清就觉得有几件事挺欣賢 第一呢 到了老城 自己也没来打 然后就来着这么一个苗城 就把他给领个家来 这官司打得倒不错 在家里还是随便吃喝 随便走动 还能练武 特别是那奇怪的 就这赛神会 那帮人是干什么的 回到家来之后 喝了酒吃着饭 他就问起苗城了 苗城他一听 嗨 我准知道您得问我 您不问我也得告诉您 那些位啊 惹不起 在我们陕西艳满府这儿 一提那些位 别人身生就起冷戈的 哦 这些人这么厉害吗 哎呀 您哪知道 从此往西北走不远 四十里有个地方叫梅花屋 在梅花屋那儿 住着杨家几个兄弟 老大老二 老三老四老五 按仁义理智信排下来的 这杨家几个兄弟呀 不是别人 您知道东京汴梁 有位大人杨俭不知道 王清一听 我太知道了 蔡京杨俭高求同官 那是朝中四个赫赫有名的大臣呢 哎对了 不是说您也因为 跟蔡京家人闹点什么别扭吗 苗城没好意思深说啊 您就被发配到这儿来 我听说呀 那个开封府尹很公正 不然就在东京汴梁把您给杀了 哎 王清你听那个事就甭提了 你就给我说这档子吧 好好好 呃 这个杨俭呢 和这几家兄弟 是一家子 这杨氏五虎啊 是他没出五福的个叔的兄弟 这几个人都有外号 金毛虎 阴毛虎 短毛虎 赖皮虎 静街虎啊 谁不知道梅华物的 五虎一凤啊 他们有的妹妹叫火凤凰 杨九娘 几个人不单是武艺超群啊 而且是家大业大 不光是有钱 他们还厉害 是鱼肉香里啊 是在梅华五周围住着的那些人 都是他们的鱼肉 抓过来 他们就吃啊 街交官府走动衙门 在陕西燕安府这一带是一手遮天 杀死人 不知道什么叫长命 说不好听的话 就像两个臭臭一样 而且还看 二指宽个字条来的燕安府 这样 往上说 燕安府隐 往下说 各个文武官 都得去称贺 生日满月 有什么事 你就得到场 那马下个军 您也得去给送点礼 这还不算 这赛神会 只要是这么一开 他们准来 他们给起个名 管这叫抓会 来这您看见了吧 就拿着那么些个工具来的 妥罗口的烂扎 到这儿就得装满 装着这些钱回去之后 干嘛呢 赏给他的下人 给下人找俩零花钱 而且还告诉您个新鲜的 梅花屋 真正当家人是谁 不是这五虎弟兄 是那只凤凰 他是总当家 他那几个哥哥全怕他 由上到下 我们这延安府的文武官 只要一看这位凤凰小姐来了 吓得就抖一额站 谁要是敢招头有点不痛快 他身眼睛邪了你一下 就在当天晚上 你这脑袋准没 您说这谁惹得起啊 哦 苗城这番话说的王庆 是听得津津有味啊 那么这小姐多大了 她还没出嫁吗 出嫁 用不着出嫁呀 这小姐经常啊 是招门纳叙啊 有这么个十位八位的 处得好啊 这小姐就款待你一番 处得不好啊 就把你宰了 大概也不知道宰了多少个 王庆听着有意思啊 啊 我还真得会会这位小姐 苗城一听什么 我说王的官人 您可别没事找事 这位小姐那可惹不起啊 我们大伙给她起了个外号啊 什么火疯狂 都管她叫离山圣母啊 这位这个道业可大多了 呼风唤雨洒都成兵 不算回事 她真有这套本领吗 哪有这套本领 我们大伙糟紧她 就说她太厉害了 您敢找她去啊 还别说 我跟您可不开玩笑啊 说不定她一眼就能看中您 哦 王庆一听 眉飞色舞 哦 她能看中我 那当然了 还许把您呢 招的那会儿当驸马呢 可最多呀 也就俩月 忘少说 各月七成 您就完了 王庆一听到 我还真得琢磨琢磨 不过她就抓这赛神会 就没人敢出来管一管 不要脑袋了 好了 我记住了 王庆也不问了 苗城说了一大气了 这事就算接过去 过了三天 王庆又跟苗城商量 我说 我说 我说咱们再上会上去走走不行吗 哎呦 我说大官人哪 今儿个我可没时间 因为什么呢 老城营啊 今儿个有点特别紧急的事 管营让我早点去盯着 您等等我不行吗 咱们过两天 等你干嘛呀 要不这么着吧 你上老城营啊 应你的官差 我自己去拽拽拽 也倒好 可有一样大官人 您和千万 别惹事 王庆咧了咧嘴 苗城 我还能惹事啊 我从东京边梁发配到这来 我自己是怎么个人 我还不知道吗 对对对 那我就放心了 因为呀 有人托付我 无论如何 得照顾好您 我对您呢 照顾的很不周到 得了得了 别说那客气话 你快走吧 好了好了 苗城吃了口饭 他上老城营去 王庆收拾了一下 就奔着赛神会来 来到这儿啊 比那天还早呢 他就先奔着个茶棚子 沏上了一壶茶 往这儿一坐 心说 今儿这拨人怎么不来了呢 哦 大概今儿不是抓会的日子 正在这一公分啊 王庆就听这茶棚子旁边 他一个茶棚子 也不怎么隔音呢 外边有人哭 谁一边哭着一边说呀 谁等救救我的命啊 今天早晨这么大半天 我是分文没卖呀 但一会儿 这些要命的老爷就来了 我可怎么办呢 就听了又有人说了 可不是吗 我跟你一样 今儿个这个会不同往常 没人来买东西呀 哎 又掉泪的 又嗨声叹气的 王庆坐在这儿的行为 就不是个滋味 恰恰就在这时刻 忽然就听一阵打乱 怎么回事啊 抓会的来了 还是那天那坡 仍然是那样 一五鹤六的 前边有好些人抱着鬼头道 这些人到了茶棚子跟前 把这婆罗往这儿这么一放 那些个做奶奶又过去了 就在这做奶奶 还没等把那钱呢 扔到那口袋和婆罗里 王庆出来 他走出茶棚子 刷 把英雄场就甩了 往旁边这么一放 告诉那茶棚子的掌柜的 你给我看一会儿 好了您呢 王庆顺手 逼了起一把椅子来 这借我先用一用 随便吧您 因为什么这么客气呀 那天不是苗城领的来的吗 苗城不是劳成营的人吗 茶铺子惹不起呀 王庆逼了这椅子就过来 他就往这伙子人跟前这么一站 那老太太呀 哆了哆嗦的 捧着一堆东西 走到这婆罗跟前 扑通就跪下 说着我今儿个没卖钱 我就把这些东西呀 给大爷们得了 说着这老太太就要把这一堆小杂货 扔到这个婆罗里 有一个捧鬼头刀的说了话 滚开 什么呀 我们要的是钱 扔东西 扔东西干嘛呀 东西能当钱使唤吗 这个死老婆子 说着话就把腿抬起来 就要踹这老太太 那老太太那么大岁数 这一脚要踹上去 准死了 王庆一抬手 瞒着 这报道的一看 把腿收回去了 王庆回过身来 老太太 你起来 老太太看了看 王庆不认识 哎呀不行啊 这都得给钱 今儿我是实在没卖钱呢 你起来 说着王庆 伸手把老太太给拽起来 你把你这东西 放在你这货摊上去 老太太闹糊涂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 站着兢兢 哆哆嗦 把那东西放在货摊上 吓得老太太直哭 王庆左手把这椅子 放起这么一举 然后看了看 这报鬼头刀的 哎 啊 王庆一指那老太太 这是我个老干娘 请你们几位 让一让吧 这报道的一听 让一让 我没听你我叫词了 不懂得什么叫让啊 你 他说着话 一看王庆 蹭的一下子 就把那大椅子举起来了 好家伙 老先年的椅子被沉了 那一下要给歇在脑袋上 准得来个万朵桃花开 好看 好看是好看的 人头完了呢 这报道的 嗯 就把要说的话咽回去 啊 那好吧 他一晃头 告诉手下人 让过去吧 不跟这老太太要钱 这老太太简直要给王庆跪下 王庆冲老太太摆了摆手 这些人过了这个摊子还没走五步又站那儿 又过来一帮人 往这里边扔钱 王庆给拦住 别扔 说着他一瞅这报道的 这都是我的朋友 请让一步吧 这些买卖人也愣住了 这钱就不能往里扔了 这些人奇怪 看着王庆 怎么跟我们是朋友 这个报道的可就不干了 说第一个让过那个老太太 第二第三又让了两份就可以了 你举着把椅子挺凶挺横的 怎么着 你拿手这么一划了 这些做买卖都是你的朋友 那我们这个赛神会 我们还能收钱吗 这报道的狠狠的瞪了王庆一眼 朋友 你大概是外乡人吧 你认不认识我们是哪儿的呀 王庆点点头认识 你们不是梅花物的吗 哎呦 这报道的就行了 那你还真不白活 你能知道我们是梅花物的 说明你滴了这棉花 在这一带反过了 不错 我们是杨大爷的人 你是谁啊 你少在这儿狗拿耗子 我可告诉你 今儿个如果这钱收不回去 我们就用破了把你抬回梅花物 哈哈 王庆笑了 好啊 说明我在燕安府这儿 有了养老的地方了 你少说便宜话 通个明信吧 大不了 你不过是个佩军 这些的王庆的底儿给急 怎么能知道他是佩军呢 他脸上刺着字呢 王庆一听这句话 嘟嘟嘞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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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鸞火就点起来了 佩军 佩军怎么了 恨 行不更名 做不改姓 我是从东京汴梁来 我姓王 叫王庆 这报道 这怎么一听 打得冷战 啊 王庆啊 哎呦 他冲手下人一白手 好了好了好了 咱们过去 不要 往前走 往前走 你过去就算完了 王庆跟着你 低了着这椅子 他跟着 走哪儿 只要这伙子人往那一站 王庆也站下了 你还是得让啊 一直让了二十多里地 这帮人是一分钱 没要着 王庆转回查棚子去 把椅子往那一放 把大厂拿过来趴一呸 查钱给人家 冲掌柜的一笑 再会走了 这报道的 领着这帮人 站在远远的地方看着 咱们也走吧 这些人可就埋怨 开这报道的了 我说二爷 你这怎么了这是 这里是喝多了 是昨晚睡觉 眼着了 他说这是亲戚士朋友 你就得让啊 你怎么不宰他呀 每次咱们杀个人 那不就跟宰个耗子一样吗 可我们大伙都看着你 你可得好温鸡搭了的头 你不给我们下个量 你也不言 往日到威风哪儿去了 别让上了 抱鬼头刀这一听 你们让上什么呀 啊 你们知道这位是谁呀 是谁大不了 不就配军 不就姓王 叫王匆吗 王匆 你们叫了个嫩臭 大闹无相国寺 蔡经家的那个蔡头少爷 都叫他把脑子给打瘪了 你们知道个六 他不错 是发配到咱们燕安府来了 你知道有多少人抱着他 一路上有多少次 有人想把他杀了 就杀不了 到了这儿之后 半点委屈都没受 你看他配军奶的像他呀 穿得跟阔大爷似的 那咱们回去怎么交代 回去跟大爷说一声吧 行啊 这事就了了 要不行 让大爷去对付 走吧 这些人低头大了假的 就回了梅花屋 王匆回来之后 你倒跟苗城说说这事 他也没提 该吃吃该喝喝 该怎么怎么的 过了两天 忽然那天外边有人叫门 苗城出了一看下一球 我的天 这位怎么上我这来了 他认识啊 梅花屋大管家 外号叫杨长子 哎呦 管家 您这是从哪来 哪阵风把您吹来的 快快快 请进来坐 苗城知道这杨长特厉害 就见着这会儿的延安府的福尹 他都眼皮不抹道 今儿个怪了 这位见苗城 格外客气 哈哈哈哈 苗大爷 您好啊 我素日很少钱来看望您 说着深深的实力里 苗城到底闹愣了 你这我怎么敢当啊 管家 到屋里说 不 我不能进屋打扰您了 我是奉我们大爷之命 给您送来一份请柬 说着恭恭敬敬 规规矩矩的 捧过一个金字大红贴来 苗城把贴接到手里 这人呢 转身就走 我告辞了 改天我再来看望您 哎哎 苗城还没看明白 这贴是怎么回事呢 就看着杨长特紧走了几步 就在那个拐角那儿啊 还站着欺不个人呢 吓得探头探脑的 在那墙角后面那儿藏着 感情还有马呢 那杨广就过去 上马带那帮人 呼呼张张就走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